全球娱乐圣地好莱坞拥有93年的历史 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娱乐地标好莱坞晚 6月底进入夏季音乐季了 并且准备在7月7号举办2015年第一场的华人音乐会 由天才女钢琴家王宇佳打头阵 要以高超的钢琴造诣 大荧幕高清电视 以及热闹的烟火秀 来打响华人在美国音乐界的杰出贡献 22岁展露头角拿下天才女钢琴家的荣誉 王宇佳在进入洛杉矶爱乐后 只花不到5年时间 又激发出无比潜能 将一首又一首历史课本中的古典名曲出色演绎 甚至被专业乐评家认为 是当代唯一能结合深度的音乐洞察力 新鲜的诠释方式 以及拥有优雅舞台魅力的巨星 她的手指有多神奇 7月7号在好莱坞晚 观众就能亲身体会 她其实和这一位主持人 Leonel Branguet 他们回到一起 第一次 他们玩了一个不同的词 Prokofiev 这个是最完美的词 因为它是非常技术的 所以她可以显示 所有的精彩 所有的技术 然后她也给了很多风格 所以它不是只是正确的词 但它是非常意味 非常感兴趣 想观赏王宇佳的精彩演出 除了靠高分贝 高音质的开放式影响外 更少不了好好观察 她的食指飞舞 然而在17000多个座位的好莱坞晚 如此大的开放空间 如何能看到 别怕 全新升级的超大高清荧幕 保证让王宇佳的粉丝 全程感受到 她在键盘上的爆发力 不只来看王宇佳 完美展现知名作曲家 普罗高飞夫 与萧氏塔高维奇的经典曲目 好莱坞晚更延续2014年中华之夜 吸引超过八成华人 积满好莱坞晚的成功经验 这次也特别为王宇佳的演出 搭配上一场盛大的烟火秀 让结合灯光 星光与花火的独特景象 成为现场观众 一辈子都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 而打破过去听古典音乐 必须西装笔挺 正经八百出席的限制 好莱坞晚鼓励顾客 将音乐融入生活 也特别从2015年起 全面更新与升级 家庭空间座椅 让喜爱欣赏音乐的华人家庭 都能全家一起来 找回天伦之乐 观众迎接2015年好莱坞晚夏日音乐祭 7月7日除了有王宇佳打头阵之外 主办单位还陆续邀请到全球知名的华裔钢琴家李云迪 以及作曲家兼指挥家谭顿前来演出 三大知名华人音乐家的难得盛会 让喜爱古典音乐的美国华人 不必飞往亚洲各地 就能与大师面对面 鼓励更多华人 从喜欢听古典音乐 学习古典音乐 到把音乐融入生活 来陶冶性情 激发想象 甚至增添生活情调 7月7日王宇佳演奏会已经开始售票 欢迎观众踊跃上官网查询 最低票价从1美元起跳 欢迎把握机会 东西新闻用之英文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观众想把握好莱坞晚夏季音乐会 锁定7月7号王宇佳的演奏会之外 紧接着还有8月6号的李云迪演奏会 还有8月13号的谭顿指挥演奏会 东森新闻为了答谢观众 特别提供了王宇佳演奏会的免费门票 每人现拿两张 而且必须亲自到东森的每周台索取 欢迎观众上班时间来电登记 下班时间请不要留言 电话是626-581-8899 门票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